今天開箱了 HJC 大家好,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沒錯,今天來開箱 開什麼?就是頭盔 大家看到這個箱 HJC是否覺得很熟悉呢? 因為我幾個月前都開過一個箱 就是HJC的頭盔 我今天又來開另外一個HJC的頂級頭盔 在講解之前就馬上來開箱看看吧 嘩! 看得不錯 嘩!這個就是頭盔的本體 裡面就是這樣 應該跟上次一樣 後面應該是有個袋子 跟我那個一樣 待會再拿出來 箱裡面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樣 箱裡面,普通一個頭盔的箱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嘩!這個真的!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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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啊! 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新頭盔就是HJC的Ibass 2.0 這個頭盔跟我以前那一隻有什麼分別呢? 我以前買的那一隻就是主打空氣動力殼 這隻它有考慮到空氣動力殼 亦都同時是融入了一個舒適性 一個透氣道在裡面 看到有很多個透氣孔 那就好像說是有16個透氣孔 在一些夏天 在你很熱很熱爬波的時候 上斜 明顯是這個頭盔是適合多些的 嘩!Ibass 2.0 那我這隻的頭盔就不是普通款 還要是特別款 就是和Edwanda合作的 聽到Edwanda 你們又覺得熟不熟呢? Edwanda我之前不是拍過一條片 眼鏡的 POC眼鏡 那一款就是和Edwanda合作的 那我就有提及到 除了POC之外 還有其他的品牌是和Edwanda合作的 HJC就是其中一個品牌 那他合作的就是這個頭盔 那他這一款的頭盔 就和我哥哥的結構 都是差不多 可以看得出 我其中一個喜歡他這個頭盔的地方 就是看到他後面是沒有扭扭扭的 那我們平常見得多的頭盔後面 都是扭扭扭的 那他這個就不是扭扭扭 是一次性你調節好之後 就不需要再調教的了 可以看到他旁邊呢 看不看到他這裡有些洞洞的樣子 他這個位置有些洞洞 可以給你去調教前一點 又或者後一點 你覺得太鬆的話就可以調教前一點 太緊就退後一點 那我就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架是和我本身那隻一樣的 就是這樣 撻出來 那就可以看到他這裡有很多個洞 可以給你扣前一點 還是扣後一點 那你扣了下去之後 其實他後面這個位置還有一個彈性的 是這樣 可以看到嗎 各位 我看到有一個彈性的 這個頭盔這個架是我試完那隻之後 我其中一個喜歡他的地方就是這個 那第二個我喜歡他的地方就是這個 那第二個我喜歡他的地方就是他的海綿 是得很少 為什麼少就代表好呢 那海綿這裡是前面有一塊 有一塊臉 其實他頭殼頂這個應該是有一塊的 等一等一等 頭殼頂那塊應該是自己貼的 和我之前的頭盔一樣 密的 和大家看看 這樣拆了出來 這個箱裡是看到有個袋子 和我本身的頭盔一樣 看到有個臉 看到嗎 這個臉可以替換前面額頭的位置 還有一個 這個 是貼在頭殼頂這裡的 可以讓大家看看 這一款就是我本身用的HJC頭盔 看到它頭殼頂這個位置 是有個棉的 可以自己這樣貼上去 大家看到嗎 這個還沒貼的 因為新買 可以自己有些魔術貼 去提供給你 這樣貼在這裡 貼在這裡 然後把臉就貼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那給大家看看 它裡面是怎樣 它裡面就有個袋子 這個袋子就是這個袋子 這樣讓你裝著頭盔 裡面還有一個 給你替換的前面額頭海綿 然後這個頭殼頂的海綿 之後還有這個 就是一些魔術貼 它有教理 是貼在這個位置 它頭盔裡面的臉 是很少 但是我覺得已經很足夠了 不用說有太多東西 在裡面那裡 而且它兩塊都已經很舒服了 不會說有什麼不舒服的 因為HJC頭盔是韓國的一個品牌 韓國就比較適合亞洲人的頭型 所以不會太夾頭 不會有什麼響著響著響著 爬波的時候 真的透氣到一流 順帶一體 Chris Froome 轉了新的那一隊 他們也是在用HJC的頭盔 正正就是用這一隻 它的顏色就不是這一隻 因為它的顏色是車隊版 這個就是Edwanda的顏色 除了這一隻的顏色 它還有其他的顏色 還有普通款 例如黑色、紅色、藍色、白色、灰色都有 有很多不同的顏色給你選擇 哇! Edwanda的頭部完全看 你們覺得怎樣? 現在看上去就是這樣 它的頭盔後面這條帶 就是有一點點彈性 看到嗎? 就不會辣死你的頭 會因應你的頭部有一點點的鬆緊調節 我現在帶了就是這樣 哇! 現在帶了上去 透氣會不會很重 坐在這裡就測不到 那我就馬上來出去 測試一下這個頭盔了 哇! 那我剛剛就試完這個頭盔了 哇! 有什麼感覺呢? 它比我原本的那個頭盔 是更加通風的 很涼爽的 我原本那個頭盔就比較破風 所以沒有那麼多個洞 這個就比較多洞 真的比較涼爽一點 如果我踩得慢 爬坡的時候 它的透氣度也比較好 不會太激 而且我既喜歡這個位置 它有一塊膠 這裡有一塊膠可以固定它 有些頭盔沒有提供這塊膠 又或者沒有東西給你綁住 就會散開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如果沒有膠蓄住就會這樣 有條東西在發為發去 這裡就有一塊膠可以這樣給你蓄住 這裡也有一些HJC 一些logo 樣子就是這樣 看上去就是這樣 戴上去的頭是舒服的 而且這個頭盔很輕 不會有什麼特別重的感覺 我自己用開那款的 比較偏向空氣動力殼 好一點還是這款好一點呢 我會回答你 兩樣都這麼好 兩樣都各有優點 這隻有空氣動力殼 同時間也有舒適性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或者想買的話 我就會放兩條link在下面 一條link就是我這隻顏色的頭盔 另外一條link就是普通款 普通顏色的另外一條link 如果想買的話 也可以輸入一個優惠碼 我的優惠碼 就可以享有一個九折的優惠 沒錯 這個頭盔又走上去 真的挺帥 今天這條影片其實都來到這裡 下一次看看有什麼可以開箱 或者可以介紹給大家 今天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